我们现在要演示的是方部 男女部的方部都一样 没有区别 区别的是我们胸以上部分 女士更多的去向上展示自己的胸 男士是向越前方斜坡的展示自己的胸 头是正的 女士的头会打得被换 只有这个区别 我们的推动力量 收缩平衡 以及身体和脚的配合都是一样的 在我们做方部前 你首先检查你的身体 是否有推向前的第一点 推向前的第二点 膝关节 我们从后背推 你从前面看到是 肋骨拉长了往前送 这是没有拉长的 这是拉长的往前送 再看到膝关节向前送 你看到腹骨 勾会在后面 这是前面 这是后面 同时你能看到背合头 靠在后面 女士放在外面 但都是靠在后面 这就是两前 这就是两前两后 同时左右伸展 上下从腰以下往下拉 腰以上往上拉 从这开始的 一个往下一个往上 像皮筋两端拉伸 我们还有肩膀 耳根会一个向下一个向上 看脖子就更长 由于我肩的下沉 如果我肩上去 脖子也不会长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 两方向的对抗 第二个两方向的对抗 使得我们有了这个张力以后 我们再去跳方步 如果没有 我们的力量就会直接冲向前 我们如果有两后 我会靠在后面去跳推送 去推送到两前的位置到位 我们如果不是 就会头和胸到前 这本来不该在前面的 但是由于我们的身形不正确 造成了五步的不正确 所以你要想跳好方步 首先放好你的身形 有了这样的身形以后 你再去跳 两前两后 同样保持着 我们摆动的时候 臀部肌肉提起来 让你的盆骨提起来 而不是掉在下面脚去 是提起来 然后收起来 收内侧肌 拉身体 内股 内侧肌 拉 让你提升起来 但是同样还是两前 你看膝关节尾弯的 两前 还是两后 这样呢 它就到 得音 好 当我们的身体 有着两前两后 两上两下 两两对抗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完成 我们的方步 我们现在从侧面看 你的往前部分 我们会非常的明确 哪里是两前 哪里是两后 哪里是两两对抗 同样两前还在前 两前膝关节 内骨 两后 还在后 保持着 收到位以后 我还是两前两后的 摆动的时候 还是髋关节带腿的 吸收的时候 同样 还是两上两下 两前两后 两两对抗 都一样 你必须保持身体这个位置 才可以去调方步 否则 你就会少一个制约 如果没有两后 我全部向前 我是冲的 如果没有两前两后 我全部向后 会是倒的 所以我要的是 前后左右上下 在一个立体的控制当中 去跳我们的五步 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平衡度 身体的力量 平衡度 完成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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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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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